各位国际班的学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都有真心的 来这里很欢迎 好 待会儿 以我为大家来分享 我们这个标题 法理的眼光 来看现实的台湾 我们用一些这个时事来带入法理的概念 我们来用这个法理的概念来分析这些时事 你会知道原来是这样 原来他们在做的工作 不过有一些法律的关系 我们来看这些投影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要进行这个台湾进行 我们先拿这个美国有一个黑人的人权斗士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他把他说过 他把他说过 这个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会让这个世界更好 会变更好 的人 部分都是教授人 这种教授人呢 他比较有创意的 而且他是比较打拼的人 我们用这句的 来环头回来看台湾民政府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要受分4000的人 对不对 我们这个4000的人 如果对应到这个 中华民国这些公务人员的体系里面 我们是不是很教授 对啊 我们有可能用4000的人去做 他们现在差不多23万人的工作吗 没办法 但是我们这4000的人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们是一个领导 我们是在做领导 所以因为我们是领导 我们在这里是个领导人 所以我们对台湾有一个领导 领导就是 给台湾的国际地围正常化 让这个台湾的未来会更好 所以说 我们才会说 领导人 让这个世界变更好 今天来这里 上这个国际班的课 我们的目的 还是说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要让这个台湾的国际地围正常化 因为台湾国际地围正常化 之后 我们台湾人才有 法律上 才有这个 这个政党的管理 才有这个 有政党的管理 才有刷下去 努力少少 一些对我们自己应该有的利益 现在这里有一个标题 叫做 现状是怎样 不能改变 我听过很久 我常常听 美国 他常在说台湾人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他不希望 相片面改变 台湾这边 片面改变现状 但是 我们的新闻记者也好 还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 台湾的政治人物也好 都 人家说 现状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现状没有改变 都没追问说 不然到底台湾的现状是怎样 但是 你如果一个 一个错误的认知 将这个现状 认为了不对 你这个现状 你认识的现状是不对的 这样 你做出来的工作 你做出来的保守 就都会完全走进去 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 这个错误认知 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或者错误认知 会做成 做出来不就是事情 你要 你 我们 大家要洗过衣服吗 没有 你洗过衣服的时候 我们这个 洗衣服公司 以前他就存在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要让消费者 用我的洗衣服 他可以装他的衣服 洗蜂更清晰的 白白白白 那灰 就灰到很轰烂 有没有 他如果有这个概念后 你想 他会用什么 你在他的商品里面 他的政家 什么样的配方 让你的感觉 他会有白 也越鲜艳 过去这些洗衣服公司 他们都是因为说 我就要参加一种 加手下去 白越白 有灰 越灰 越鲜艳 参加仇 参加仕 参加仕 结果呢 美国有一个消费者的人类学家 他们就拯对这个摄像风公司 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去做一个调查 结果这个调查起来会发现 竟然是这样 你感觉洗衣服要让你的衣洗乾淨了 那消费者有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不是看衣服去看 看说这衣服真的洗了洗乾淨 消费者是用什么来感觉衣服洗乾淨 洗衣服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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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水了 还是说你衣服洗干淨了 你的衣服去拼一下吗 你拼一下很香 拼一拼 没炒 你的衣服 你感觉衣服洗乾淨了吗 有 衣服就洗乾淨了 所以说消费者沾对这个衣服 有让你的衣服洗乾淨了吗 这件事他用拼的去感觉 不是让他看的 不是让他看的 所以说这些洗衣服公司发现了说 原来消费者的行为是这样 那当然他就要去调整 他的洗衣服的作用嘛 对不对 他就要让你拼起来会香 所以说过期他如果是设定说要测 为什么要有点善饭很香 那洗衣服要穿兼 穿妻 穿家室 你不带来那 那全部是什么 都白料工去了吗 都不对了 所以那都流毁去了 所以说这个个事就是要跟大家说 你如果错误的人体 那会做出来的工作就会不对 你就做不到 你要挨的那个程度 刚才说的 是怎么美国反对台湾改变形状 我们在台湾里面常常独拍的 他常常在说 我们要改变形状就是台湾要国立 但是这个美国是再三警告 说绝对他不行 说他没有他反对 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上 有人用公道改变形状吗 有 你看这有一个新闻 也是这个 24年3月2月7月9日 那时候的新闻 我们记得这一回上 乌克兰他是不是有一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那时候是说 他要公道要独立要加速 要加进俄罗斯 他是不是要举办公道 举办公道正前很多 西方国家都跟他说 他们是反对他们公道 而且他说 你扮这个公道是不合法 不合法而且反对 你觉得奇怪吗 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多 但是是怎么反对这种 用民主行为来公道 为什么他们会反对 这也是我们在台湾常常听到的 我都民主化啊 你要公道你们都说不行 这重点就是在这里 这个 乌克兰有去投票吗 有 他确实有投票 但是投票之后 他有三行什么效果吗 你注意看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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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对 他的主观价是乌克兰 克林米娅 要离开乌克兰 有把乌克兰 担出乌克兰 担出乌克兰 所以我们反途就要看 美国反对台湾陆联公党 我们还记得吗 乌克兰在那2000 2000年的时候 他是不是 那时候主政的传媒纪 他那时候发动了一个 叫做陆联公党 那个旧联公党 美国也都反对 说不行 你不能公道 你不能片面改变现状 所以这就是 就是这议题 台湾已经民主化 为什么不能公党 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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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国家的所在吗 有啊 像南苏丹 有没有 南苏丹他就有公投离开苏丹共和国 对啊 那个公投和全世界都给他行人 为什么平平是公投 南苏丹共投就可以通过世界上去行人 可能那些公投人就不可以行人 国内合国大会 又要求会员国不可以行人 不可以行人 同样嘛 那你回国过来台湾的经营 同样意思啊 台湾现在这个土地的主观者是什么人 日本天宏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有计划的日本天宏那边说好了 不啊 对不对 那在台湾你要说到 台湾这个地方 身份那不是全部都是台湾吗 没有啊 还有一些流氓的中国人嘛 中国人 中国人来公道 决定 台湾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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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 啊所以在这个 日空空青年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 RICE 就是 他就有 那边要公投 陆联 他就给他 宽队说台湾 这个陆联公投 而且他还有 他这样说哦 这个政策造成台湾海峡不必要的紧张局势 同时也不会为台湾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带来真正的好处 意思跟你说了 你只要你公道 你也不要改变现状 因为你的方法不对 你方法不对 你没有认清真实的台湾的这个现况 所以你做得不到负责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那些三分公司 以前都做得不到负责 后来才真的发现 哦 啊我们来的台湾民进去想 那 那就是要知道说 真正爱台湾的国际就会是怎样 那只要我们走一条进口的路 哦 让台湾更好 啊美国国关系也是重申啊 现在也是反对台湾入联公团 那时候2007年哦 他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 柯庆生也是反对 包括罗里斯已经反对了 啊 副助理国务卿也是反对 哦 而且韦宁德 哦 关会主席韦宁德 他说台湾不是国家啊 哦 中央民国不是国家啊 中央民国是一个未决定的 未决定的议题啊 已经几十年了 在这里 这是 这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哦 他在这里 因为那时候台湾说要交一个立国 但是他这边有跟你说哦 哦 他说针对台湾入联公团 他要表达美方立场是反对 那韦宁德又说 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支持台湾 例如确保台湾在亚太金额会 或世贸组织 受到适当待遇 不过联合国会员需要国家资格 台湾或中央民国 目前在国际社会都不是国家 说到这里 台湾跟中央民国都不是国家 啊 中央民国怎么能代表台湾 不可以 他不可以代表台湾 他是代表 流亡中国人的政府 他不是代表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台湾的政府 people of 台湾的政府 未来的 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是什么政府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所以说中央民国多年来都是一个未解决议题 因为一族1949年 他流亡了 他就是未解决的问题 好 啊不是国家 也不是也不独立 就我们刚才选人家的美国官员 他的官员 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美国以前的国务卿鲍威尔 他就有说过了 他在2014年的10月25日 去奉问北京的时候 那个时候 阿姨他打主政 主政到2004年 那个阿姨他们的政府 都在对话都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在强调这个概念 但是美国 他就都会打青 最后他去奉问北京的时候 凤凰卫士给他做一个专访 专访的时候他就说到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台湾不是独立的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湾没有拥有作为主权国家 所拥有的那个主权 台湾没有作为国家所拥有的那个主权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那是我们美国一直以来维持的政策 也是他们美国坚定的政策 所以说为美国他们的观方的看法 他们就跟你说过了 台湾不是独立的 我告诉你什么是独立 独立的意思是什么 独立的意思 你以营业之日来说 Independent Dependent就是 无论人 Independent就是无论人 第一说你如果是Independent 意思是说我如果是做一个国家 我上面会有人帮我控制 没有啊我这个国家就是 他就是对我这个拥肚里面 所以他可以行使最高权力 没有别人可以影响 那叫做Independent 啊台湾国前的总控 那不是这样 没有啊 台湾治理当局 是 台湾治理当局 他上面还有什么人 美国啊 对啊 还有美国啊 所以 台湾不是 不是独立的 不是Independent 那 你就可以 就可以清楚 上面还有人 上面还有人 所以当然就不是独立的 好啊 这是他的专门内容 我刚才已经有说过了 啊 我们把巴威尔他的共犯 来做一个解析啦 做一个解析 只有一个中国 那请教一下 那现在在台湾这 到底是台湾的中国民国 在台湾的中国民国 代表中国 还是在中国大陆 那个中国人民共和国 可以代表中国 对啊 中国人民共和国 才可以代表中国 是不是台湾 台湾 没有 到底不是嘛 到底不是 台湾不是独立的 台湾的现况是什么 是中国军事占领 持续一直以来 从1945年10月25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个状态 所以 因为是被占领的状态 他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 意思是说 最高权握在谁的手上 握在美国总统的手上 所以 当然台湾不是独立的 啊 你看 如果以国家 以自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成分来说 我们用这个 中华民国 他们把我们加的 这个 政治的概念 我们用那来看就好了 台湾的土地上的 天空的 不是我们台湾人的 人民呢 这上面有流亡的中国人 还有本土的台湾人 南南做纸会去 撒中华民国的新闻症 叫做中华民国国民 这里你看到台湾 看不到 政府呢 政府 政府 流亡的中国民国 代表台湾人吗 不是哦 你就这样 感想就好了嘛 世众的流亡政府 代表印度人 没法 因为西藏联合政府 在印度的德兰沙拉 印度政府在德兰沙拉 他们有选拟 他们也有选拟哦 但是印度人会去投票 会去投票 选 西藏联合政府的官员 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那个是 那个是根本 封马流不相关啊 哦 所以说 你无论中国民国政府 可以代表台湾人吗 没有 没法度 所以说 政府没有 没有政府 人民有清楚吗 没有清楚 土地有没有 也没有土地 哦 哦 啊 主权呢 这就不用说了 你如果没有人民这几行 你就不可能给人 发展正常的外交官员 哦 所以你也是没有这个主权 没有这个外交能力 哦 这叫做对外主权啊 啊 对内主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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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算 让你承认一个主权 到底的国家吗 没法度 哦 你该有这些生活 这有 这有机会 这有机会 好 那来看 刚才有什么 说到美国反对 台湾 陆联公投 那来看一看 那来看一看 那联合国 这个议题 联合国 要怎么来交接 看这个 新闻的名片 点这个就好了 点这个就好了 不合逻辑 陈世变总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金文表明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结果潘金文以联合国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为由拒绝受理 不但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布决定 心情意当潘金文的副发言人欧卡币在联合国简报时也特别做了说明 当场就有外国媒体表示联合国的做法不合逻辑 由于台湾记者不能进入联合国采访 TBS记者今天也已电话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联络 当记者提及陈水变总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无此权限 退回台湾的申请时 秘书长办公室的回应是 秘书长有无此权限 这也是联合国会员国来决定 秘书长官不是会员国无权智慧 天月新闻范奇斐综合报导 看这个新闻 你就知道了 阿扁那时候要去加一个立国 就算他从联合国的申请书去申请 他的结论是怎样 也是给人带走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里面 你就发现说 这样你加一个联合国 一定要有某一种条件 你这里有某一条加一个 不是只有申请书而已 这个 要怎么加一个 他的网站里面有什么 但是 你如果用中文的在那里面看 因为 你也有几个官方语言 中文其中也是一个官方语言 你如果用官方的 用中文的在那里面看 你看不到 这个 我待会说的这些内容 你一定要用原文版的在那里面看 这个 关于会员 关于会员 在这里面 About the UN membership 你记得到这些 How does the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一个国家要怎么变成联合国的会员 后来 How does the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obtain the resign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一个新的国家 或一个新的政府 要如何得到 严格国的承认 承认 你看看 为什么有一个新国家 还有一个新政府 你有看到吗 以前的印象就是说 国家就是政府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你会这样想 你会记得 政府 你会记得 伊拉克和美国在战争的时候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不然是不是海山政权 去让美国把 推翻掉 和END END 那东西 伊拉克在 在联合国里面的代表 那时候他就死了 他就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海山政府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 那个海山政府已经 已经没有了 所以那个代表就是要退出来 这个时候因为美国 在伊拉克 变成金色占领 伊拉克的 领土的最高权 变成握在谁的手上 被握在美国的手上 所以说 那个联合国的代表 他就一定要 他一定要实践 他就要离开 那个联合 当伊拉克 美国 军事占领 成立伊拉克的民政府 伊拉克人 管理伊拉克人自己 一直跟局势稳定 伊拉克改变宪法 重新选举国会 重新选举他们的总统 成立一个新的政府 美国总统 宣布自伊拉克 撤军要 你要没有发现 伊拉克的这个新的政府 是不是又可以回去 人类国了 就是这样 那时候叫做 new government 但是他也是叫伊拉克 只是说代表 伊拉克的那个政府 已经换人了 已经换了一个政府了 我们就直接以伊拉克为例 我们就看出来说 咦 加一个人来说 原来 这个一定名字的意思是 是这样 我们终终终终 来给大家看 关于要怎么成为 联合国的会员 一较有下的 States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他这句的意思是说 你要加一个联合国 ok可以 但是你要先 经过安全理事会的推荐 推荐完之后 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被保决通过 你就拥有联合国的会员 所以说第一关申请 第二关安全理事会 要给他推荐 推荐进去大会 好 我们来看 他这里有说 一个新的政府 或者是新的新的国家 要怎么被联合国承认 他这里就跟你说了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 and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generally implies rightness to assume political diplomatic relations 他这句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来 你要让联合国这边来信任 你是肺炎 不是我联合国这个组织 国际组织 给你信任 是你要由联合国的会员国 来给你承认 意思是什么 你要先 你要先 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的身份 这有法度 给其他联合国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来给你承认 这个承认 意思是说 已经可以发展外交关系了 这个时候 你这是真正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有那个信份 你才有在联合国 所以说 我们刚才看那个新闻里面 他新清联合国 共体制 要件是什么 不是国家 对不对 你根本不是国家 你没有被其他会员国 所承认 所以不是联合国 本身一承认 是会员国那些主权独立的国家 要不要承认 这个是这个问题 所以重点是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也不是 好啊 他就跟你说 要怎么变成一个会员国的流程 你要安全理事会给他推荐 15个会员国 15个安全理事会里面有9个要同意 这中间要5个常灾理事会 不能投款票 你如果推荐成功之后 他就进去大会 大会的用多数决三分之二通轨 你马上取得联合国的会员资格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有没有困难 其实听起来不是什么困难啊 但是呢 重点就是 你是不是国家 这个才是重点啊 我们来看 那到底台湾是不是国家 台湾有没有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可以去参加联合国 你在1966年 英国的联合国代表 在台湾问题的探讨中 已经提出许多观点 如众所周知 最重要的是 台湾的领土主权尚未决定 因此 我们的看法是 谁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的问题 没有 结论 这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所以说台湾现在 地面在运作的那个管制 中华民国 是不是政府啊 不是台湾人的政府啊 而且台湾这个领土主权 没有决定啊 所以有可能吗 你这个都没有办法决定 你就没办法进入联合国啊 所以当然 我们也没有代表可以入联合国 所以说UN的议题 入联关键还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台湾是不是 不是 中华民国是不是 也不是 那ROC可以代表的是 流亡的中国人 但是ROC可不可以代表本土台湾人 不行 所以说台湾人是没有被承认的政府 可以代表台湾人 所以我们是无政府 我们是没进步 好 再来 有独立意涵的公投 美国反对 有什么 刚才有说到 你的领土主权都未定嘛 你的状态是未定嘛 你未定的状态之下 我怎么 你怎么可以 可以 可以变成联合国的会员国 所以是这个意思 好 这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管辖权跟所有权 领土的所有权 领土的所有权 这正前就是赖清德 他去中国的上海去讨问 讨问后 他有发表一个言论 叫做台湾的未来 有台湾的 人生三百万的台湾人 来决定他的监督嘛 这个郭台办 他就要回应一下嘛 他回应 他说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的领土 完整的问题 必须由包含 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再问一下 你听到这句话 这个评论 你听起来 你会想起 还是你听起来 你是 欢喜 想起的 是什么理由 他说的字眼里面 让你的感觉想起来 就是这世纪 台湾同胞 这就是中文 让我们混淆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的教育里面 他没有让你在逻辑上 有很多精确的解释 你如果用英文的来说 他们叫做 compatrials in Taiwan compatrials 他在英语的定义 就是说 我 他的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 离开他们中国 那些领土 去离白雷国家 那些人是中国人 那些人在外国 就是叫做我的同胞 叫做compatrials 那就是我的同胞 所以说这句话 意思 台湾同胞 他说的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你如果把台湾同胞 不要看 他这句话 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这样有没有错 没有错 对不对 当然 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跟领土完整性 当然是由全中国人民的决定 难道是由你台湾人决定吗 不是嘛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说的这句话 在视频报文 有去说到台湾是中国的 这个遗憾吗 没有啊 其实没有啊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人 受这个 中华民国 中华给我们教育 教育 我们就是中国人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政府 所以我们都搞不清楚 变成说 记者 那句话 全去把他衍生说 台湾的尖土由中国来决定 刚才他说的那个意思 看起来是没有啊 对不对 也没有啊 人家外交官在说的 人家也是要视频报文 对 结果 他就要叫 他回应嘛 啊 他回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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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向坚持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加工下 由台湾2300万人民 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句话里面 你听起来 会不会怪怪 你有感觉怪怪怪的 怪怪的所在在什么所在 你就感觉怪怪 其实不要问他这句话里面 他的内容 我不要用不要问他这个民 我把他变成一个人 这句话里面说一遍 你可能就知道里面的技巧 这个我把他变成奥巴马 奥巴马 你现在想象这个是奥巴马 他说 美国政府一向坚持 在美国宪法架构下 他说佛罗里达 由佛罗里达的人民 共同决定佛罗里达的未来 请问一下 美国欧巴马总统 有可能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佛罗里达是什么 对啊 因为佛罗里达已经在美国的宪法 在下就是他的国土 那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有需要这样说 没需要 所以说 他用这句话来说 意思是什么 台湾的国序地位有确定 没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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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 也不是 如果是的话 那不用这样讲 对不对 他不需要让你们台湾的 未来去决定自己的前途 你已经确定 这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了 干嘛来讲这句话 你知道吗 那意思 所以这句话里面 你就看出来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的 宪法 他这是在说 他这个 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 他谨守中华民国宪法 当作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这件事情 这样而已 他是一个代理美国 管理台湾的政府 他是代理款 所以他没有台湾的领土 所以他没法度 他没法度 决定台湾人 没法度 决定台湾的地位 所以他才这样说 所以你这句话里面 你就看得到 这个玄机了吧 所以这是天机已经泄漏了 天机已经泄漏了 天机已经泄漏了 好 好 是怎样 我要跟你说 麦英九他说的这句话 玄机里面 代表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因为根据中华民国的 憲法 有啊 刚才麦英九说的 根据中华民国的憲法 中华民国的憲法 中华民国的憲法 在四条里面 中华民国领土 以其故有僵域 非经国民大会决议 不得而变更之 请问一下 什么是中华民国的故有僵域 请问一下 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 有开过会 跟台湾朋友 这两个娘头 并入中华民国吗 没有啊 从来没有啊 对啊 中华民国小孩也没有台湾啊 所以你看 他们的故有僵域 刚才他们的 案子是1947年1月1号公布实施的 他们要颁布实施进行 他们有一个宪法草案 宪法草案是1936年 五月策务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五五县草 五五县草里面 我请你开三十六的时间 把上面的中华民国故有僵域 稍微浏览一下 请问你有看到台湾跟平 好不好 但是你有看到福建吗 福建 有啊 有啊 我给你请教一下 金文猫座是哪一生 所以有这你看得出来 金文猫座是三人的娘头 那台湾人的 不是 不是 所以有这你就看得出来说 是怎样 不要勉強他在说 在中华民国的生活底下 未来要让台湾人自己去决定 因为台湾根本就不属于中华民国 你看 1936年的五五县草 中华民国五五县草 里面没有台湾 你去看看 1936年的期训练 他的经济年就是1935年 台湾这个地方 有办一个很盛大的博览会 叫做台湾博览会 这个博览会 叫做始政四十年台湾博览会 什么叫做始政四十年 1935年 减四十 刚才是多少 1895 所以1895年 马关条约签例之后 台湾变成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变成天皇的领土 那时候开始始政四十年 一直来到1935年 台湾版博览会 你看这个台北的公会堂 上面插的旗子就是一个 日本啊 对不对 所以有这 你又知道 有这你就得到一个印证 对台湾在这个 中华民国 要现法 要起草 一生 有没有在中华民国的 固有僵域里面 根本就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以有这 有这 得到印证 这台北乘头 也是那时候的 那个 时政四十年的 台湾博览会 那时候的现况 这也是台湾博览会的上币 其实都 外界建筑物都很漂亮 很欧风 有那个 欧洲西欧的那种风格 其实真漂亮 那时候因为 明日维新 脱氧入欧 全面学西化 所以台湾的很多建筑物 目前 都还是拥有那种风格 我们来看 刚才跟你说 中华民国 没拥有台湾 没有的那些投资款 在国际的教育里面 有确定这件事吗 有 也是有 你看 1952年的4月28号 就是距禁山和平教育 生效后 美国叫日本 跟这个中华民国 签一个叫做台北合约 这个台北合约 这个台北合约 签掉后 他们 中华民国最正前 是不是那个 学运 要去占领立法院 要去争议 跟中国签的 这个 要经过 经过理化园的 会尊重什么 有没有 但是呢 他同样这个意思嘛 中华民国跟日本签的 这个国际条约 就是台北合约 台北合约 最后 他在设计 李慧英 要培训的时候 李慧英 就在问 他们的代表地方民国去 遵守的人 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部长 叫做叶公超 叶公超 他在他们的李慧英里面 怎么说呢 国金山河边条约 并没有规定 将这些道理 还给中国 哇 很清楚啊 所以国金山河边条约 有将台湾 配合 国际 中华民国吗 没有 但是 他们的 立法医院 就再问 好了 不行 不然 他现在台湾配合 这些地位 到底是什么 没有 你解释一下 他就这么说 属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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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地方 有我们控制 但是 微妙的国际情势 使得他 不属于我们 要说得有清楚吗 所以 属于城 由他们控制 控制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屁头说的 管辖权 因为中国民国 是有美国的养头 来代理美国 国际渐量 来 来渐量台湾 所以 他在事实上 他可以管辖 他可以控制 台湾藤湖 但是 法理上 他没有这一块 扣得也所有权 所以他才会讲说 他不 这两个地方 不属于中华民国的 就算说 在现在这个情形之下 日本也没管理 把台湾配合 移转给我们 他这句是什么意思 因为古今山 和平条里面 第二条 日本 放弃台湾的 right title 和claim 日本放弃这些 放弃的东西 有可能还给你 我就没东西 我就没东西 要给你什么东西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日本没有管理 最大人配合 给中国民国 就是说 日本有意思 我们也没想到 因为古今山 和平条里面 也没想到台湾 日本放弃后 没想到台湾 没想到台湾 和什么人 也都没想到台湾 台湾合佑 也是确定这件事而已 台湾合佑里面 也没有跟台湾 日本放弃的台湾 大家混淆我们的一个名词 叫做 Chinese 台湾 Chinese 台湾 这最近班国的比赛 这是什么比赛 这是人川 韩国人川的亚运 第17届的亚运 这堆 这堆 这堆什么堆 你看鸡 印度 在韩国班的 人川亚运 这堆叫做 印度 印度 这堆 这堆 你看这堆鸡 你看这堆鸡 这些鸡 马卡尔 倒点China 你看见没有 澳门 澳门 为什么不直接写澳门 为什么要倒点China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澳门 它的主管价是什么 中国 是中国 这堆 你看这堆鸡 最近 香港 香港 韩国 倒点China 跟澳门的地位 其实是同样的 他们的主管价 都是什么 都是中国 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好 你看这堆 这堆叫做 台北 我们是不是 一直说 这期的就是台湾 对不对 我们想到这样 但是他为什么不写 就是台湾 啊 中华民国 电台在说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领土的一部分 啊 如果照他 他的 他的公法 这堆不知道要 台湾 多点China 还不知道 但是属于上不对 属于上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说 到底 前例是台北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 立方政府啊 你才看 在外国 在外国 在外国要用 台北 他们中华民国 常常跟我们说 在外国 没法用 台湾 也没法用 中华民国啊 是因为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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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啊 所以我们才没法处理 用这个 中华民国的名 但是 对来呢 对来 他感觉 他感觉 对来 他也没法用啊 这个比赛 在哪里比赛 台中啊 最近的比赛啊 这是21U的那个世界杯的 棒球赛啊 在台中 Chinaese 台北 你觉得很奇怪吗 明明就是台湾的台中 办的比赛 官网里面 他对世界的比赛 他也是要 他也是要这样啊 Chinaese 台北 所以 到底 Chinaese 台北是不是代表 我们台湾人 Chinaese 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来看看 来 Chinaese 台北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在台湾 大家 都没什么知道 因为 我让你知道 Chinaese 台北 他在英语里面 全世界都知道 就是这个意思 Chinaese Government in Taipei 意思 意思是怎样呢 中国 有一个政府 Exact Exact 就是说 离开 他本来他的娘套 他本来有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 拨离开 他的娘套 出离白 的娘套 继续 他的政府做这个运作 这个动作叫做Exact 叫做流亡 这重点 这重点 他拨去白雷国家的娘套 不是他自己的娘套 这个动作叫做流亡 重点 流亡去 他去那个地方 只能用一个城市的名称做代表 他的落脚在那个地方 用城市的名称叫做台北 台湾的台北 是被中华民国的这个流亡政府 落脚在这里 他给你称叫做 台湾的台北 那反过来讲 台北做到台湾 台湾对Chinese 这个government 来讲的话 是本国还是外国 外国 对不对 所以为这 你就知道 说 为这个民主的定义 你就知道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立方政府 在台北 这件事 所以你就要清楚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他代表是什么人 Chinese government 他代表什么人 中国人 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 所以说 他刚才用的比赛的队伍 都是用Chinese Taipei 意思是什么 你们台湾对没有出来 你们台湾对没有出来 你们台湾对没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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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你们台湾人 所以你们派不出台湾对出来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些Chinese Taipei 的那个队伍名称 说穿了 他就是流亡的中国人 在玩的比赛 跟你台湾人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都加入他 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说 他就是代表我们 就混淆了六十几年 一直到现在 没没没找到 没有 好啊 全世界里面有其他的立方政府 有 像这个里厨世界台湾 法国去西特勒 打入之后 法国政府戴高乐 他带到他的政府组织 走去英国的伦敦 他们组织 他们法国政府的运动 他们这个时候 法国政府就流亡了 法国政府 那流亡流亡到哪里去 伦敦嘛 所以那时候呢 国家时候要称给他们这个政府 叫做 French London 这个French London 所以你要看就知道 中华民国在台北 中国在台北 所以中 没什么同样啊 好 来 啊 再来 中华民国回到 跟甘比亚断交 怎么会变成台湾 断绝台湾外交关系 新闻记者也这样说 因为大家都混淆 搞不清楚 南南做机会 都没法分得清楚 结果 中华民国断交 变成台湾 断绝台湾的外交关系 但是 你反正来看 这个部队里面 跟他断交的甘比亚政府的总统府 他怎么说 18年来 我们和中华民国 一直是强有力的可靠伙伴 所以在甘比亚政府 他们的甘兆里面 他们跟什么人断交 跟中华民国啊 他没有跟台湾啊 因为台湾有没有跟他 台湾有没有政府组织 可以跟他建立外交关系 没有啊 也是没有啊 但是因为 因为中华民国 去奥断交 民主都夸没什么会召 因为他的主权 国家的那个形象 一直一直一直退掉 他为了要继续让台湾人继续相信他 所以他就说 啊这断交是因为对方 要跟他认识啦 我有欺负啦 我不接受金钱外交啦 所以说啊 他要跟他认识啦 我不要给他啦 我不要做盘子啦 对啊 所以我就跟他断绝外交关系啦 啊 这个理由听起来 啊 对啊 大家信信信啊 这是最廉价的理由 但是很有效 你不觉得吗 啊 啊大部分的台湾人都相信啊 也不追问了啊 但是你要看 中华民国自1945年以后 他缠缠缠缠缠 他没有代表中华民国 他没有代表中国 作为一个合法政府以后 他马上就认识到很多国家才会认识 像1949年以后的中英 英国就跟中华民国断交了 这是第一个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就是英国 然后再陆陆续续 日本 澳洲 美国 韩国 都陆陆续续跟中华民国断交 请问一下 人家断交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听过说 就这些国家 跟我中华民国投资 我就有欺骗 我不要给他 他说我只要给他等高 有没有 说完了呢 没有嘛 所以很显然的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情 就是中华民国他本身 就是主权有问题 他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他就会陆陆续续 会面临到人家跟他断交 对吧 但是 我们头头看我们的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怎么来看待中华民国 就是这件事 像这个 这个新闻 去年的十二月 中华民国 他发表 他的教育报 发一个公文 说 叫大家在驾车 要注意 这个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 这个公文发出后 有人看到 就说 他这样 我们的首都不是台北 是不是都有错误的认知 对啊 结果 结果才有教授 有教授 他的学生跟他讲之后 他就 他就 他就斥责中华民国有 流氓政府的心态 他要 他已经要 他已经自己要承认是流氓政府了 你为什么还斥责他不要承认 很奇怪嘛 是不是自己就变成 自己又跳进去 当做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 所以才 才要叫他不要承认流氓政府 好 再来 这绿营的领导人 也说过了 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针对这个公法 我们可以以他肯定 因为他认清了事实 但是这个公法维持多久 这个公法是2010年的5月26日 维持到什么程度呢 维持到2011年的10月7月 一年而已 这个公法维持一年后 就变 变成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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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台湾的真实的这个 国际地位 都不愿意真实的去面对 对 所以我们台湾人就一直在这 在沸 一直在这 在架 走不出路 所以说 为这些小公文到这些断交 到这些新闻十四年 我们就可以知道 普遍的台湾人 都是因为我国 用一个我国来说 到底我国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 现在还有台湾国 没有啊 不存在嘛 普遍的台湾人都不相信中华民国还是 流行政府 不相信 哦 就会变成这样 结果因为这个逻辑 所以会变成说中华民国流行政府代表台湾人 所以你再看就说 那些在国际比赛里面 得到冠军也好 亚军也好 得到奖牌也好 要账力是台北的代表 我们看起来 这就明明台湾人 还是得奖之后还要批着中华民国的 很可怜 是不是很可怜 是不是很可怜 好啊 利益这样人贴 但是你要看一个人的说 何博春 何博春要做过中华民国的行政议 他一定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最高的行政首长 他在2013年的六月里套 他有给他讨问 他有说一些话 这话他就是这么说 何博春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或者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都是自我原谎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但是全世界没有人敢说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针对他这个讲话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解析一下 台湾自称是主权独立国家 何博春说什么 这骗人 中华民国的行政议党 很贵定的行政议党 就说了 这骗人 宣称中华民国是台湾 这是什么 也是骗人 但是他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句话要稍微修正一下 1949年以前过去是不是 是啊 现在是不是 不是啊 未来他会不会是 根本不是啊 但是有可能 他有法度反共大陆回去台湾 吃饭的酒都还帮回去人家 这样 他就恢复他们中华民国的体制 他就有法度啊 但是这种有可能 应该是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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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现在对这个 何博春的说法 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个事实 所以你看 何博春 以我们台湾人分类来说 他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他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啊 中国人 讲实话 还是台湾人在讲实话 对啊 对 你看哦 他讲实话哦 他讲实话 但是我们很多人还不太相信啊 但是说谎的人大家都在相信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博春说啊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这是说谎的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很多台湾人 针对谎言都在相信 针对人家已经讲 人家已经 讲明了 反而不太相信哦 好 还是怎样 台湾跟中华民国 这个地方政府 会这样固固地 又不清楚呢 你如果有谷歌里来看 你去找到 中华民国是 地方政府这件事 他这里面 他这里面 他也在说 他就呈现两个 不一样的意见 一个意见 就是说 中华民国缺缺失子 已经离开自己的领土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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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离开自己的领土 他还握有自己的领土 所以他不是要做流亡 所以说这就有争议嘛 那争议的争议点是在台湾还是在哪里 对就在金门马祖 对就在金门马祖 真一点不是台湾 是吧 因为我们地区知道了嘛 台湾跟中华民国是外国的关系嘛 那他会 他不承认他是流亡政府 是因为他还有握有两个 他原本的领土 就是金门马祖 好 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领土的领导者 他们的领土 我就想不到 想不到 马英九主张开楼宣言 他会说他是卖国 这我就三不 这三不 他这个理由是什么 我还到现在 我还搞不太清楚 对啊 是不是他都在说开楼宣言 他都说开楼宣言 因为他都说 根据开楼宣言 里面的领土就是说 台湾配偶 偷自中国的领土 例如 满洲台湾澎湖 要归 战后要归还给中华民国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他的开楼宣言 他们中华民国就是 都三个来在跟我们讲 这包括这个 2003年的 9年的10月30 马英九也有说话 他也有说 说这个开楼宣言 要将这个台湾澎湖 要归还中华民国 他说这个公团 简直是为他们量身裁定的 这个 这种言论 好像变成说 台湾就是一个 一个 礼品 可以让你送来送去 所以他说 怎么可能有所谓 地位未定论 针对他的公团 我们来看看 这些新闻 新闻 新闻一直跟 10月12月 也就是 开楼宣言 发布的那一天 就是12月1号 新闻记者 也是 宣誓调导主权 我扩大纪念 开楼宣言 这个 这两个其实 有关联 他才有写 1943年的10月1号 公布开楼宣言 要求日本将 窃制中国的 台澎金马 和副主导义 固然中文明国 请问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 开楼宣言 里面有什么 金门 马祖 不是啊 没关系 我意思是说 记者也像 金门马祖 南南做机会 把历史都错乱掉了 开楼宣言里面 根本就没说到金门马祖 因为金门马祖 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本来就还是他们控制 干嘛要在规范中华民国 所以连记者也是 会杀杀 我们来看 开楼宣言 也就是所谓的开楼公报 这开楼公报 这是他的完办 原版的开楼公报 这份的上半部 上半部 就是美国 美国那边的官方 要求说 这个开楼公报 要发布进行 要保守秘密 不可以透露 也不可以评论 这他的上半部 是什么 下半部就是开楼宣言的内容 我们看到 大家来看一下 他的内容就是这样 他 他说这一点 开楼宣言 有人说建民条约啊 没错 这不是条约 对啊 但是他 但是 太楼宣言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 战后想要实现的一些 一些概念 有没有实现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你刚才看 他们在说这条 但是这条 根据 现在的 究竟 和平条约 台湾跟澎湖 有没有还给中华民国 没有 这要要求日本 要求日本 无条件投降 日本战后是不是无条件投降 这件事情 有没有实现 有 有实现 然后 开楼宣言里面说 要让韩国 独立 韩国战后世界 有没有独立 有 有独立的 韩国是独立的 韩国独立的 对啊 所以说 他这里还要求 日本 1914年以前 取得了太平洋的小岛 日本都不可以 这件事情 战后有没有实现 有 都有实现 所以说 你说开楼宣言 他本身 有没有法律上的效果 姑且不要论 但是开楼宣言 他里面说到的 会主张 不然有透过国 这个条件 实现出来吗 有啊 有实现啊 刚才说的 有条件投降 但是 这个 日本要归还 台湾澎湖 给中华民国 这件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重点 不是在争论 开楼宣言 我们的重点 应该是说 开楼宣言的主张 最后 有没有透过 国际法上合法的程序 把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 移传给中华民国 没有 没有嘛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主张 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有这些 我们就可以 那领港 如果有人 再来说开楼宣言 这样你们都会说 对不对 好 我来看看 那个开楼宣言 里面 他在说的 原来都是这样 太平洋小岛 你注意看这条虚线 这虚线 这个虚线的范围 是什么范围呢 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范围 以前的大日本帝国领土范围 最前线的地方 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这 所以你看 日本的国力强不强盛 真的很强盛啊 真的很强盛啊 所以 你看看 所以开楼宣言里面 说的 台湾澎湖 太平洋小岛 韩国 都要出力嘛 对不对 还有万祖 万祖也要出力 你现在来看 都有处理到吗 有 都有处理到 但是台湾澎湖 没妥妥 给中国民国这样 好啊 你看 1914年 1914年 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范围 是什么 这 这 这个 撒克林岛 这四大岛 沃金沃 台湾 韩国 你看 你看 博摩萨 这座岛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座岛 是纽西兰的 历史网站里面 它呈现 日本 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的范围 所以你看 台湾 跟日本 是 地面的颜色 是同色的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是绝对不要怀疑 台湾是属于日本天皇的领土 这个是不用 1914年 外国人的世界里面 他们的眼光里面 就是确定这件事情 好啊 啊 你看 这座岛 这座岛 是他们 中国民国 要庆祝100年的生日 还有加上 要庆祝 台湾光复节 这个商品里面 你有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口口 声声 说台湾是 中华民国的领土 一百分 但是他们在庆祝 台湾光复节的时候 是怎样 要 去美国旗的 对不对 你有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那是他的 他是怎样 看美国旗的 所以他看美国旗 他是要 让什么人看 是美国看 他要让美国看 我 我确定我就是 带领你美国军事占领 我只是这个身份 我不会预约这个身份 对啊 但是 我们普遍的地方 人敢不去注意这只鸡子 通常都不去注意 这只鸡子到1945年 12月25 那个商品跟这个商品 你看 有没有雷同的地方 这只鸡子 这只美国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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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你写中文啊 台湾光复啊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们的港港里面 都对中文 熟悉嘛 所以我们的目光都会看到这里 这其他都中文啊 对啊 对啊 这只是美国旗啊 对啊 对啊 这只是美国旗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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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个场景 跟这个场景 所代表法律上的意义 有同样吗 完全同样 这1945年的时候啊 1945年10月25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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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什么人来接受日本的台湾 台湾的日本的台湾 成宜啊 成宜啊 一般命令第一号 那你就要想嘛 为什么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可以只派蒋介石派代表来台湾接受日本的台湾 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是太平洋战区里面 唯一战胜日本的国家嘛 所以说他所有的战争的行为 对日本的部分都是美国的 所以美国他当然就取得这个主要战争的 占领全国的地位嘛 哦 然后在陆金山和平条里面的23条 确定了美国在这个一次 在太平洋战区里面 他那个主要占领全国的地位 他也是什么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哦 所以说这个很确定 啊因为美国他没在到 现在大日本的地国 那么大的年头 所以 占领 分配 北约16度以北的北越 印度支那 和台湾澎湖 和中国战区不含满中 哦 叫蒋介石 来接受日本国的投行 所以 这是 这是投行 这不叫台湾光复啊 这是投降而已 哦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战术的人 用战亚的人 给他说哦 簽一个我投降书 这样而已 接受他的 缴械 就对了哦 就是 不要再无力冲突了 你会将你的武器 全不够够出来 不可以再未来 但是呢 中华民国 他用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不是都用开罗宣言里 在说非凡中华民国这件事 所以说中华民国 他就杀到这个叫做鸡毛当令箭 所以变成说好 这样下去 建议我来给你接受一部分 同时我就是中华民国 我就是把台湾澎湖占的自由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用这个心理 这种心态 所以说他在上面给你带台湾光复 变成说我建议这些都我的 所以说因为他不是说那是他的 所以说参与1946年就给我们改国籍 改我们的国籍 以用这个行政命令 叫台湾人为1945年的10月25 开始全部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件国英国都有抗议会 认为这个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每一个人的国籍 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所改变的 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变 而且他是根本的军事 他平本有台湾朋友的鸟洞出款 他要怎么改变台湾人的国籍 所以意思是这样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战地为王变成那些都是我的 他把你兼兵过来 他把你 他把你公台湾光复 他把你改新闻情 所以记得 你就来做兵 他就把你争兵 他就来给你争兵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叫四九年 招罗之后 他招罗之后 他就开始争兵啊 叫台湾人 去做他的兵 这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你要看那个日内外地士工业里面 他就写着嘛 你占领方 你不可以叫被占领方的那一个人 替你来当兵啊 这都是 这都是战争行为啊 这都是战争行为啊 好 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经历一下 刚才那个时事 和那个历史资料 我们把他经历 用一个时间序列 来经历 让大家更确认一下 台湾的法理事实 在1895年的四月十七年后 就是下官条的签署了 台湾已经永久 而且完整的 割让给日本天王 这一阵台湾的土地的所有者 就是日本天王 所以它是日本天王的黄土 啊 因为 现在土地已经都全部割让人啊 所以说 在这里管辞的政府 就已经不是清朝政府了 就变成说大日本帝国的政府了 啊 这些事实一直来到1943年 开楼公报 法保的时候 有改变吗 没有 都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主要说到的 开楼公报 那只是一种公款而已嘛 那就是说 我来给你买10台车 好吗 但是不然我们两个 签署 签署 我们两个买5台 我还给你买10台 那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啊 对不对 我就跟你签署 签署自己买5台车 但是我自己买 要买10台 已经签署了啊 对啊 一直到1945年 4月1号 这个日本天皇 在我们家实施民治宪华 所以因为那个动作开始 在国际法上 我们台湾就变成大日本帝国 还有这个日本天皇的 神圣不可奉割的领土啊 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以前台湾是殖民地的状态 是殖民地的状态 没有错 但是一直到我们家 十字宪华了 因为十字宪华 进行1936年 1937年 五月实施黄明化嘛 黄明化了一段时间了 一直到1945年 4月1号 我们这边 抓十字民治宪华 全部都变成天皇 神圣不可奉割的领土 他的性质是这样 一直到1945年 7月26日 就是波士党宣言 波士党宣言 他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台湾的领土主权地位 有没有改变 没有啊 也没有改变啊 没有人跟他改变过啊 一直到投降这一天 1945年 八百十五 有没有 请问一下 有人跟日本天皇 还是说是日本政府 跟台湾领土主权 全部都变成别人吗 也是没有啊 但是来到1945年 10月25 这天正前 有改变吗 没有 是什么 是怎么来到1945年 10月25后 变成台湾人 叫中华民国给我们教 已经变成了 就是这个属性 他都把我们盖住了 都没有让我们知道 他这天 这天来 这天来 没有移转啊 还是 他就来到1947年 5月13日 日本到日本帝国 因为建签 麦克阿社改改变法 改变法这件事 不是平白无故走出来的 改变法这件事 是波子团宣言里面说的 是波子团宣言里面 要求日本改变法 是波子团宣言里面说的 日本的主权的行使范围 可以让限制在西马尔市岛 和盟军指定的小岛 这都是这个波子团宣言里面说的 那波子团宣言本身 那不是一种条约 不是啊 他跟宣言同样 都是一种说法 都是一种异象而已 最好有没有实施 最后还是有实施 最后还是有实施 日本有没有改变法 有 他的主权 被限制在四大岛 一直到1949年 10月7月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走路 中华人民国成立了 这一阵台湾上面 也是要跟美战 联网中华民国管辖 有什么条件 跟台湾配偶宣言里 有没有 也没有啊 一直到1951年9月签牌 在古金山合併大陆 签那天 有改变 我们有联网 签下去的时候 日本新宪日本国 放弃台湾的 美国给你生人做一个主权 主权国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 美国的中华民国 变作台湾的治理当局 那你看看 领土的所有权 有没有改变过 都没有改变过 但是管辖权 可以换 管辖权可以换 我们刚才说的 美国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就是 现在他们有 带来台湾的一个法律文件 你看 他这一般命令第一号 关于台湾的部分 他也是说 日本军 不管是地面的海面的空空 天空上面的 在台湾在中国里面的 日本军 除了满洲以外 还有福尔摩沙 跟印度 一度以北 印度支那 要向 蒋介石大元帅 来投降 一般命令第一号 是跟他说这样而已 比较一下 一般命令第一号的美 满洲 韩国 北纬18度以北 还有这个 刚才说的 撒卡哈利的一般 要向这个苏联的 苏联的最高 最高统帅 来做投降 那是什么 台湾这边 就要把 军队投降 人家这边 是要把 苏联军投降 你说这差别吗 这也是有 历史的缘由 因为历史世界 建政时 中国上面 人民有三个政府 一个 一个汪精卫 一个 一个 满洲 还有一个 毛泽东 就漂亮了 美国跟什么人联盟 跟蒋介石联盟 但是蒋介石那时候 他 他不敢向中国 对不对 不敢向中国的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 汪精卫 是跟美国宣战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 特别在这里 好 好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 是 1945年的十月25 这时候 中华民国 他只是代理美国的军事 这么多而已 他一直到1945年的十月七十 就是他正式流氓 他变成来台湾 他身份 他的身份 多一项 叫做流氓政府 在一九七十年 一月初一 他没有美国生人 做 自治愿国家后 他退变 变成一个 台湾的治理当局 这是时间 你怎么看 他来这一定有一些法律依据嘛 国际上处理 你处理国各国的工作 不可能都凭个人好物 这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 那法律上的依据 他代表美国军事 什么的法律依据 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变成流氓政府 是怎么可以留在台湾 因为 遵守旧金山合并条 美国叫日本跟中华民国 遵守台北合约 还是如果美国跟中华民国 签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都使中华民国继续 流氓的中华民国继续 在台湾管辖 他一直跟他变成台湾治理当局 他老在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就是卖台湾关系法 这都是他留在这边的法律依据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有台湾 有说到金毛妈祖了 对不对 这是什么组织 WHO 这不是WHO姐妹会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 他这边里面有说到membership 有说到会员国的资格 会员国 不用加入会员国 不用成为WHO的会员 他就有什么 这里面有什么 这样 不需要 WHO加入不需要主权国家的成分 但是联织国需要 他 WHO里面 他的WTO里面 他会说 要怎么加入WHO 他说的 任何State 这就是我们在说的主权国家 任何State 或Custom Territory 你要怎么记录吗 不是国家 可以加入WTO 不是国家可以称作Custom Territory 还是关税领域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或者是一个关税领域 他都可以来加入WTO 他这个关税领域的意思是 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有这个整的完整的 这个关税的政策 像现在的台湾金门马祖 加适用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 或管辖 都是同样的一个体系 都是同样的体系 所以说 台湾这边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加入WTO 他是用 潜力士台北吗 他是用台湾吗 不是 你看 他的进行 名称是什么 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简称叫做 潜力士台北 简称 但是他不认为他是潜力士台北 他认为说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这叫做一个什么 分离关税领域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虽然他不是国家 但是他有实施一致性的关税 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关税制度 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加入WTO 台湾加入WTO的回完的名称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叫做 台湾澎湖是不是中国的 不是 他是日本 金门马祖 是不是台湾澎湖 不是 他是中国的 他是中国的分离领土 这四个地方 南南做几位 但是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独立的关税制度 在这边进行 所以说 他可以用这个领域 加入WTO 为这你就看得出来 如果金门马祖 是属于台湾的领土 那他不需要把金门马祖 再标出来 对不对 好吧 还有还有一个领海基线 我们把这个画面点一下 我们好像常常在新闻当中有看到 我们这个渔船 是不是没有许可 所以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 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 那么这个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 包括哪些地方 这个是五天前行政院所公告 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 结果看到了 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 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 是我们自己的领土 奇怪了 另外一条虚线 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 结果我们看到马祖 金门 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了呢 现在内政部长江一华表示 一年之内会进行二度的修正 这个领土要搞清楚 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 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 但是这个时候 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 跟海巡署却互相踢鼻球 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 那是谁来管 国防部这个样子是相怨啊 报委没有相怨 因为所有的海巡 执法的单位都是海巡署 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呢 刚刚讲的 不可能啊 那个权责很清楚嘛 国防部会这样讲 国防部推给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互踢鼻球的议题 原来是行政院18号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基线 只有台蓬 钓鱼台 东沙和中沙等岛屿 金门 马祖都没有包含在内 反倒是被对岸的中国大陆 列为内海 蓝绿立委都同批 你让我们的军人驻守在金门马祖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 虚虚的感觉嘛 这种东西 国防部当机立断 非常的严正的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认为不会得罪中共 因为毕竟这是个台海的现状 你的马云九政府已经放弃金马的领海基线 人家让中国不费一兵一卒 就直接取得金马的海域 这次话题是由内政部报草案修正 部长江一华以钓鱼台可以各自主张 所以化入我国 这和金马的情形不同更引来炮轰 中国的政府有没有把金马 金马列为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 就我们所知他们是有把它列进去 因为他就在那里 那钓鱼台日本也他也主张啊 中国也主张是他的领土范围 我们都把它列进去 为什么金马 金马我们有人住在那里 那是我们主权手机的范围 钓鱼台可能还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们要画金马跟钓鱼台 在考量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争议 但是争议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突然修正领海极限范围 却依旧没有将金马列入 牵动政治敏感神经 这样一块赶紧补充 一年内会二度修正 把金马划入领海极限的范围 众力新闻综合报导 喂 请问一下 刚好修正划进来 没有 他 这不是偷偷拉拉的 是他根本不能画进来 他根本不能画进来 有什么呢 他是不是 刚才你是不是说 画中华民国的领海极限 其实那个是混淆 应该是说画台湾的领海极限 你如果这样看你就清楚了 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对不对 现在根据台湾关系法 他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他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但是他台湾的领海极限 为什么不能画到金门马祖 我们刚才有说 对啊 金门马祖就是中国的 台湾跟中国是无关的 你现在台湾治理当局 你把这个金门马祖围围围围 这不就要建签了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说 中华民国他们做这件事 他脑袋里面清不清楚 台湾的真实的地位 他非常清楚 所以哪怕 哪怕他们的立法委员 这样勒 这样勒 他都不敢画进来 你要想 你如果把金门马祖 也当成台湾的领土 那这样就很奇怪 变成说中国有两个岛 平白无故送给台湾 对啊 所以说 那个法律经他就在说啊 中国的领土 及主权的完整性 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啊 对不对 那现在马祖是不是他们的 那是他们的啊 对不对 我们不能跟人家冲突啊 那本来就是他们的啊 所以他这样画 代表什么意思 跟马英九在讲 台湾的 那个意思都是一样的 里面都是一样的 他们深切深刻知道 台湾的澎湖的领土的这个属性 绝对不跟中华民国有关联了 他这次给我们这些 这样而已 好啊 你看 是怎么 我做 不是台湾 不是台湾的领土 方位 你看 台湾关系法里面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第十五条 他有说到 他说 如果我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在说 这个台湾这次的那时候 他有什么意思 他有什么意思 第一 他在说 不是讲 这个地理位置 就是说 台湾跟平洋 这些岛屿 如果说 台湾这次 我如果在这个 台湾关系法里面 有提到的话 如果讲的是自然人的话 就是 people on those island 这就是必须地说的 people on 台湾 如果 我如果在台湾 在这个关系法里面 说到台湾 我也可以指称 这是在这个岛屿上面 根据他的法令 所设立的法人 组织 如果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我如果说到台湾这两只 我如果是要讲的 是指 他上面的治理当局 那他就是 在1979年的1月1号以前 被我美国承认为 中华民国的那一个政府 到以后 他的继任者 所以说 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你就看得出来 美国非常清楚 台湾 澎湖的 这个领土地位 跟中华民国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呢 你刚才看在里面 他这个关系法里面 有说的金盟 马祖 没有 没说到 所以台湾关系法的 适用 有没有适用到金盟马祖去 没有 没有 金盟马祖去 所以说金盟马祖在撤军 你就不能想象是为什么的 对不对 我美国的国内法 怎么可能用到中国的领土去 对不对 那两块领土 又不是我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不是我的 所以为什么要叫金盟马祖撤军 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那本来就他们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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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 这个 点这个 这画面 不管是干嘛 反正一定要办美签就是了 结果现在呢 怎么搞的 中华民国的护照 拿去AIT办美签 结果被归为是中国籍 这就发生在金盟人的身上 那么福建省金盟县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国学校 说把这位小姐的户籍改为China AIT解释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只是福建省的金盟马祖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 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盟县 惹来一肚子气 一位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办理美签的时候 因为护照上显示 属于福建省金盟县 AIT的电脑系统 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登记成为中国 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 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 让人气炸 当地民众不满 立委也抱怨 国籍问题长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双手一摊 认为没啥不妥 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 但简单的电脑城市问题 却让金马地区民众 饱受困扰 被逼着每回赴美 都得充当一次大陆籍人士 专席转成一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你看 记者将国籍到府籍 南籍之会有吗 和中国籍和大陆籍籍籍籍籍籍 对啊 这都是不正不正确的说法 人就是中国籍 国籍就有人说国籍 不要有人说户籍 户籍和国籍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对不对 这也没不对 所以说 在这个 在这个新闻里面 你看得出来 美国对于金门马祖 这两块土地的属性 刚才讲一话的 领土争议都有争议 但是属性不一样 你说这件事 确确确实是中国神圣 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们是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人 那有可能像说 美国 那些大国家 会有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在面对这件事情吗 不可能 那呼隆的 那个是要呼隆 呼隆给台湾人 你不要再去探究那个事实 所以用一个最廉价的理由 把你呼隆过去 就像我刚才在说的 那个断交的事情 他说要钱 不可以让你钱 那种理由 把你呼隆过 你只要得到一个 大概觉得说 可能是这种改水 你就不会 你就不再去探究了 对啊 他的教育体系 就是这样 他告诉你答案 就是你的答案 你不用再问了 我们的教育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变成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 变成说 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有问题 但是没有人会去追问 对不对 就会变成这个现象啊 你说美国官员 他会说我 他有说不错 他没说不错 但是他也没跟你说 很多理由 这标准的官方说法嘛 说不错 那是电脑问题 那是中国民国的外交部 说的 对啊 好啊 所以你看 自我们刚才这几个新闻里面 包括连海基线 包括毛泽东在说 金融马祖 和这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一直来到这个 台湾的台湾关系法 一直来到这个护照的事件 你有看到吗 美国人的看法 是非常清楚 这两个统称叫台湾 以前他叫福尔摩沙 这两个 这个金门跟马祖 这个是叫中国 这个叫中国 所以说 也许你的感情上 还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这是 这是国家上 大家都是这样认为 所以要把那个感情因素 稍微抛开一下 好啊 那你看 1955年的英国 也有说啊 他说合法的领土变更 不应该称为窃取 他就是在说开罗宣言 人家这下官条 在签回来的 搁让回来的 到底怎么会叫窃取 这是在说开罗宣言 他说啊 即使我们像世界主张台湾地位 跟大陆也有主导相同 也不会增加英国跟北京的关系 更何况事实并未如此 英国人知道哦 不是这样哦 因为 在这个时尊 1955年的时尊 大陆也能主导 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台湾在这半个世纪以来 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半个世纪嘛 1900年到1955年 都半个世纪啊 因为在1895年 就已经合法变更了嘛 所以半个世纪以来 台湾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看1955年 请问古今山合併教育签了吗 想起来啊 想起来啊 但是英国也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认为啊 没有改变过啊 啊毛泽东 这个啊 我刚才有讲到啊 毛泽东啊 今天毛泽东 是我们跟台湾联系的两个点 没有这两个点 台湾和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啊 那是什么意思 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没关系啊 要跟他三行关系 就是三这两个党 这样合作会啊 对啊 夹夹的之后你就很模糊嘛 啊毛泽东你就分不清楚啊 啊就所以说 他就开始一直给你 告诉你是台湾 你就是中国人啊 对啊 啊 那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他说我刚才在说 那个流亡政府里面 他是不是说有一个争 有两种有两种看法 一种说他是流亡 一种说他不是流亡 一种说他不是流亡 那你看金融要开始撤军啊 2008年马英九上任之后 撤军这件事情啊 加速实施 县长要求撤军 请问你一下 如果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说他的国防外交 是不是总统的职权 对啊 啊为什么轮得到县长来说相 啊 做求给他说而已嘛 啊 啊 做求给他说啊 啊 啊不是开端嘛 不可能我自己讲啊 我自己讲就会就拍空了嘛 啊一定会有天大的 又有天机又要泄露出来嘛 所以就叫管长来说啊 啊管长说的 顺遂都就会撤军啊 就开始撤军啊 好啊 一直到2014年的6月25号 今年大二胆全部撤掉 啊 啊准备要移交给金融县政府 啊这他的国防部长去市场 啊 啊到这里 4月7号的时候 金融本身也已经撤到 不是剩下不到3000人 啊 啊到6月30号大二胆 就移交给金门县政府了 啊 下面就没有军队了 啊 好啊 所以我们来看 金融议题 金融 其实就是国共内战 流亡的 流亡的蒋介石 他们继续占有的一个中国 中国的领土啊 这是他的残余领土啊 是中国神圣不可温哥的领土啊 啊 但是他是他专到战后的 被美国占领的日本台湾 同虎一起加入WTO 台湾的武力 根据台湾关系法 台湾的武力都来自美国 台湾的武力都来自美国 台湾的武力的服务设施 所以说台湾的军力 是不是就等于是美军 你可以这样想啊 对啊 没有错啊 你看那个 马英九他在做什么 那个演习的时候 有一次 结果AIT的官员 坐在战车里面 叫他上车 有一次 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奈牧 啊 没有看来 就同样不知道嘛 但是会看来 你就会说 哎 国家在演习 他在AIT的官员 已经坐在里面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台湾的武力 就等于美军 美军没有占领 中国领土的正当性啊 对啊 所以说撤军 对不对 一定要撤啊 因为他有把美国的军力 要离开 中华民国 离开中国的领土啊 这样不只要符合 他美国和中国 建交以来的三个公报 他们的 公报的内容嘛 公报的内容 跟他说呢 就是尊重彼此之间的 领土完整性嘛 啊 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军马撤之 实施美中三个公报的内容 因为美中三个公报的内容 两岸中国人要和平解决争端 维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性 这是美中三个公报内容 他们老早就已经确定的事情了 所以说金门马祖是 两个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嘛 他们要和平解决 当然要撤军啊 对不对 对啊 好啊 时间好像没有了 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所以说 我们的台湾孩子去外国 没人生前台湾的国籍 没错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军事战领 对啊 我们不是国家啊 我们不是国家也不独立啊 啊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现在又是美国军事战领 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最高权者 还是握在美国的手上 所以我们没有独立 但是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目前都还没有正式的 正式的运作嘛 对啊 所以说我们没有国家啊 这件事情就是圈真万确啊 包括美国 我们去过美国 美国的法官的法官部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没有国家啊 我们没有代表台湾人的政府啊 我们是在政治恋狱当中啊 什么是政治恋狱 政治恋狱的意思 那个营狱的意思就是 有天堂有地狱 你上不了天堂 你也下不了地狱 你就卡在这中间 这个中间就是一个未定的状态 未定的状态 未定的状态叫做恋狱 他跟我们说 我们目前是一个政治恋狱当中 因为是政治恋狱 一个未确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 我们的身份不确定 我们的政府也不确定 我们的鸟肉资款也不确定 所以一切都是未定 那这些未定的状态 当然要透过我们在国际 大家的打招 啊 让我们这个 这个 李王政府离开我们这 代表我们台湾人的 合法政府 就是为台湾民政府 这开始的 因为这些才是符合 国际的这个法律程序 这样我们才有 才有得到我们正常的 这个国际上的这个 这个创业嘛 啊 我们要去注定有什么 我们才有 才有跟人家 站在谈判桌上面 跟人家谈正事啊 啊 啊 你如果没有这种 正常合法的身份 人家怎么跟你谈啊 对不对 啊 我们要跟你说 好 啊 我们的时间也要够 好 好 以上 谢谢